HFA澳洲韩食 Hello HFA澳洲韩食 大家订阅了我这个频道吗? 如果未订阅的话,快点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还要记得CLS 就是留言、点赞和分享这个频道给多些朋友知 多谢大家支持 HFA澳洲韩食 今天我们又来到伊士活 事关有朋友介绍,这里有间赛館 最近也加上喝茶点心 我就立刻约了两个朋友来这里试试 但是看来我们今天是离早了 首先介绍一下,这间就是天悦居 他们现在有喝茶了 他们的营业时间是早上11点半 没有办法,我们立刻在广场里坐下等他开门 或者看看天悦居门口的餐牌 原来天悦居都有海鲜供应 原来天悦居都有海鲜供应 还有龙虾 还有龙虾 好了好了,开门了 不出所料,我们就是第一个顾客 看个装修都挺漂亮的 简简单单的 原来他们是有点心车的 事不宴迟,马上坐下 坐下后,阿姐就立刻推点心车过来 当然我们又要叫两壶好茶 先喝两壶好茶 立刻浸一杯保鲤 这些茶叶都挺香的 立刻看下点心车 上面有什么点心 凤爪排骨 牛肚子 牛肚牛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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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叫牛排骨 牛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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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看到有两架点心车 还有另一架点心车 就是卖叉烧酥和春卷 好了,我的朋友都来齊了 我们继续叫多些蒸点心 蝦糕和炒米 又啤嚼 然后叫下一个萝卜糕和饼皮 不要讓它停止,再叫多一碟蝦腸 叫到整桌都是點心 立即試試點心 除了剛才試過的蝦腸也不錯 蝦餃也不錯 馬上試試這個燒賣 味道也不錯,尺寸也不會像其他適合酒樓一樣 體積很貼近香港酒樓的尺寸 剛才說過,蝦腸也很好吃 試吃專員,當然最喜歡的龍排骨 讓它清光 跟著牛筋,看來好像燒得很入味 讓我馬上試一下味道 味道果然不錯 再來就是鮮竹捲 鮮竹捲 還有叉燒包 很好吃的鮮竹捲 又是吃到飽飽出去賣單的時候 今天我們五個人就吃了澳幣92元 總括來說,我今天覺得在天悅居飲茶 點心也不錯 點心的尺寸也很接近香港酒樓 唯一我覺得有一點意見的就是 點心好像蒸得不夠熱 可能因為我們剛剛開門就來光顧的關係 可能下次我晚一點來看看點心會不會熱 大家有時間有興趣又離開醫事活 不妨來到天悅居試試飲茶和點心 這麼快,這條片又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給個like、share影片出去 給點comment和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還未訂閱HFA澳洲韻食的朋友 就快點訂閱這個頻道 還要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